最近的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那香港这边呢也是春暖花开了 我也会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一玩 但是每到这个季节出门的时候呢 就会感觉像脸上会痒痒的 正好现在又是春敏的多发期 所以今天就想着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付春敏的一些小方法 一般这个节点呢 我都会减少使用深层清洁那种涂抹面膜的 还有那些去角质的那些产品 洁面呢也会换成比较温和的那种 这段时间我早上几乎是不用清洁产品的 只会在晚上洗脸的时候 用一些比较温和一点的洁面慕斯啊 简单的去清洗一下 因为慕斯的质地是绵绵软软的泡沫 上脸很柔软不会有摩擦的感觉 不会让原本就明明的脸呢 变得更加的刺激 我用的这个是洁面清洁水二合一的洁面慕斯 它里面有很大的保湿成分 所以呢洗完脸哪怕就是不马上擦一些护肤品呢 也没有关系的 因为里面自带了一些保湿水 洗完脸不会有紧绷感 摸上去呢反而会软软润润的 那不工作的时候呢 我洗完脸之后呢护肤品就会用的比较少一些 给皮肤来一个清断食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用我们的马嘎档水光仪 做一个简单的给皮肤进行一下补水 这个仪器呢它喷出来的那种水物呢 是很细很细的 喷在脸上就是又密又柔软又舒服 它能让精华渗透皮肤的底层 像我们平时用手去涂抹哈 那其实皮肤吃进去的也是没有那么的多 那它的话呢相当于提高了你护肤品的吸收率 那一般我就会喷上三四遍这样子 然后轻轻的拍让它更加完全的吸收 后续也不用再涂其他什么功效的产品了 成品期间的反应呢不仅仅是反应在脸上 那就连身体上呢我之前也会有过敏啊 像是干燥啊干痒啊一抓就泛红的那种情况 因为有了经验嘛 所以呢我都会在换季来营的前大半个月呢 就会提前做好了身体的保湿 大家可能都会只在晚上涂身体乳 那我会早上和晚上都涂 因为早上涂呢可以帮助皮肤抵御一些干燥 那晚上涂呢皮肤的吸收能力就更加强一些 能够为皮肤补充水分啊养分啊之类的 那修复能力呢也会更巩固一些 我用的就是安德玫瑰庄园这个身体乳 它是冰淇淋质地的 很轻盈也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 我是喜欢它们这个清水玫瑰这个味道淡淡的 里面有保加利亚玫瑰萃取物 仙人掌提取物 所以呢保湿力还有滋润度也是没得说的 而且味道也是超级好闻 那是那种花香中夹着柠檬啊柑橘香那种 比较清甜非常适合夏天使用 然后就是物理防晒就一定要做好 那一般出门呢我都会带那种像是无痕的古罩 包裹性也是比较好的 那它下半张脸呢就完全包裹住 然后就是很安心的一种感觉 立体剪裁就显脸小还是蛮好看的哈 有了口罩之后呢帽子也不能少的哈 像这种防晒帽的话 就出门的时候我都会戴着 帽子的话本来就有一定程度上 可以遮挡一下一些粉尘啊 多米圆啊之类的 那更何况它还能挡紫外线 然后就一举两得 那我戴帽子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戴宝宝出去玩的时候呢我也会戴上它 因为它有三个颜色嘛 然后可以换着戴 这个还是比较好看的质感也是蛮不错的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眼镜的 主打一个就是眼门布装嘛 戴了帽子然后又口罩了眼睛也不能落下 也是要戴一下眼镜的 那我选的这个边框是比较大的 然后再加上口罩 那整张也就包裹的严严实实的 就不会给明明一点可神之机 那二呢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保持愉悦的心情 及时做好家里和个人的卫生 最好就是家里要安装一个空气净化器 如果你是明明严重的人群呢 就一定要减少户外活动了 难受的时候就及时就医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没有村民的困扰 尽情的拥抱春天 拜拜